我当时机械的去捡了一下 当时那血一下就喷出来 我知道这人是活的 因为血整个扶腔那个血是流动的 从加拿大来台的医师郑志 说到在担任中国军医时 被迫经历活摘器官的过程 即使已经经过30年 人就让他难过到流下眼泪 我对面军医命令我说 你快取代的一个眼球 这时候他快速地把那个 裹在他头上的军医扯掉之后 我一看 他双眼直直地看着我 他的眼瞼在动 因为我真的下不去手 我就说我做不了 这时候军医把直血钱抢到手中 他的左手摁住这前额 右手直接就把他眼球挽了出来 我当时心都提到 就是因为瘾要崩溃了 所以现场特别那个血腥传颜 因为就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一种恐怖 所以我那时候看向车外 站岗的士兵 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在保护一场罪恶 就是把自己的子弟兵的器官 摘去 所以做完之后 救护车 来了几个巨人 用对讲机之后 马上就把用两米长的 黑颜色的那个 塑料弹把这个 套住之后 就马上拉走完 所以我们救护车 最快的速度 就上高速公路 开回到陆军总院 当我们上楼手术室的时候 那个灯光亮的 已经有两组 颜员 就是医护员 在那等着这个脏器 因为我们取了两颗肾脏 一个眼球 但是我那个时候 已经眼快崩溃了 我就说 我真的实在做不了 就是后来我就 赶快跟主院请假 我说我身体受不了 我要回家了 立委许智杰与民间团体 召开立法打击活摘器官 台日联手 即全球连线 国际记者会 许智杰表示 他会持续推动 防治活摘器官立法 期待国民党 与民众党都能支持 今天我想大家都很难过 我想我就不用再追溯了 我们一起来 把这个访活在要立法 希望说把这个事情来完成 那在 上一届的时候 上一届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有连署 他也经过了 院会的一读通过 但是他那个阶级不连续 阶级不连续 所以这一届我们要重来一遍 所以我后面会再连署 就是说 也会再送到院会 那也希望说 院会一读 基本上是 大概应该 机会是蛮大的 那重点是在 二读委员会跟朝野协商 所以我们谢谢 陈昭之委员 坐在这里 我想 如果国民党 不管他支持或反对 民众党如果可以支持的话 我们就会赢 那 我想我们这个案子 会再继续连署 然后送到我们的委员会 送到院会 送到委员会 那到时候 可能 我们也希望国民党可以支持 器官移植是医学上 对人体所能做的最大的手术 他需要经过非常严谨的评估跟审查 然后 所以 这个 接受 即便接受 接受这个器官捐赠的人 他未必也能够得到最好的这个医疗保障 那我们觉得政府要积极赶快来立法全球合作 把这样这个残忍不仁道的行为 来进决 包括医师公会全联会 全国律师联合会 以及台日美等国关注火灾器官的医事人员及民间团体也到场声援 呼吁台湾也能推动立法 基本上站在一个医师的天职之下 我们就是要保护所有的一个全体的人类 其实不管是不是病人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会反对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一个活体的一个 栽出来来捐赠的一个器官的一个行为 但是如何去界定 还有医师所谓的参与的定义的部分 可能要做一个法律上适当的厘清 然后以免让医师在做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适从 我想是对整个一个医疗的进步来讲 的确也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如何去一个做好一个明确的立法 再保护所有的人民 还有所有的患者 以及让从业的医师人员 能够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把它做好该做的事情 我想这个是一个立法上面有必要去厘清 而且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进步的立法 全国律师联合会人权委员会 我们很坚定的反对并谴责 任何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活灾器官行为 因为它就是酷刑 酷刑是人类所能够做对自己的同胞 最卑劣最恶劣的一种行为 其实我们身为国际的议员 我们有自由民主法治 我们更应该一起共同来谴责 活灾器官的行为 其实从台湾现行的法律 包括2009年就通过两公约实行法 ICCPR第七条是禁止任何形式的酷刑 此外我们在今年刚通过的 人口贩运防治条例32条 我们对于强暴胁迫药剂拘 的方式活灾器官是处以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它是一个重罪 人口贩运防治条例第44条 更是采取世界主义的管辖原则 不论是在境外 不论是哪一国的行为人 我们都有责任去禁止 这是台湾政府很坚定的立场 美国众议院在去年通过 制止活灾器官法令后 立法打击活灾器官已经成为国际焦点 立委许志杰呼吁朝野共同支持 让法案顺利完成三读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